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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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秋莲 大家都叫我鳳島 我是小鳳 現在目前是 牽引國際企業社的負責人 那我從事的是導演編劇的部分 那對演示非常有興趣 因為我在北科大的時候很常玩 活動然後跟社團 所以很多的活動紀錄的部分 那時候就會有製作影片的需求 所以我很喜歡去做拍攝 然後剪輯影片的部分 因為我自己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所以一開始其實在自學 自己在摸一些系統 或是說在創作的時候 會遇到很多的平靜 自己對自己的要求其實很高 對 就是看到別人的影片很厲害 然後就想到說 那自己有沒有辦法 可以做到這樣的程度 對 所以其實自己會想要精益求精 把影片呈現得更好 那時候其實看了蠻多家的補習班 或是業界的定修的課程 對 然後後來會選賀財 主要是因為賀財這邊的課程很完善 然後這邊的老師其實都是業師 對我來說 就是可以實際的在這邊學會 那可能有機會也可以再跟老師求一些 就是職場上的一些經驗 那當初我在這邊的時候也是在接案的 那接案遇到的問題其實是來賀財這邊 賀財的老師都會很傾囊相受的 把他會的東西都交給我 所以我在這一段時間其實進步很多 我覺得是授於這邊的恩惠 來進修之後 對於我走這一條路是更加速的 我接的案子其實都蠻多元的 就算像是活動紀錄啊 或者是說MV拍攝 然後還有就是宣傳片 然後形象片 這些都有去做接觸 最特別的是去年 我有接到就是客家事務會的 他們有拍攝我們的總統元首蔡英文 在這拍攝過程當中可以拍到總統 我覺得就是這個經驗其實很有趣 然後也是拍影片過程的一個里程碑吧 在接案這個部分啊 也會想要知道自己的能力 所以我就是陸續都有參加一些比賽 就像台中的那個市政府辦的導演比賽 然後還有就是客委會的一些比賽創作的部分 去年我也有參加賀談這邊的新客獎 對 我覺得蠻開心也很榮幸的 在這邊我提了兩個那個影片的案影 然後都有得獎 然後讓我自己覺得說 我在走這一條路上的肯定是 備受矚目的 對 就是讓我覺得說 很值得把這個好的作品上更多的看見這樣 因為創作一段時間 然後近幾年其實有蠻多單位想邀請我 就是單任獎師去說受課的動作這樣 所以一開始其實我有點抗拒 然後後來呢就是覺得說 我自己本來也是從自學開始 然後有這些經驗 應該要去回饋社會 要交給更多的人 所以我覺得蠻榮幸的是 在今年作文教育學會 有邀請我去做教學 我覺得蠻榮幸的 有這樣的機會去做 就是社會的回饋 讓更多人知道影視的重要 然後跟操作跟技巧 還有就是觀念的傳遞這樣